为加强环保 使用液化天然气简称液化气的汽车早已上路 那么飞机也能烧天然气吗 俄罗斯研究人员正在设计背着液化气罐的飞机 并进行风动实验 而中央空气流体动力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在飞机风动模型的背部从前到后 安装了两个托架 将一个圆柱形气罐水平安装到托架上 再把模型放入低速风动中 检测气罐对飞机尾部方向座 垂直尾翼或H型尾翼功效的影响如图 该研究所发布的公报说 实验结果显示 这种气罐会导致飞机的升足比和方向稳定性下降 但尚未超过一定的限度 不需要调整飞机被气罐布局的主要参数 下一阶段 研究人员将模拟飞机起降时 气罐的空气动力影响 并且变更飞机的某些布局 以其改善其性能 公报说 研发目标是在确定液化气飞机的最佳空气动力布局后 将其发展乘客或运输机 一架这样的飞机可在50名乘客 飞行约1500公里 或将6吨货物运到相距约1000公里的地方 其巡航时速可达480公里 如果计划顺利 这种液化系飞机有望替代额 用于直线运输的安抚24合安 26波罗螺旋桨飞机 全文共467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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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共467字